建設站投幣機上方被貼了7張A4大小的紙條 就連後方名宅牆壁也被貼了好幾張 仔細看上面的內容竟然是 謀人喝酒欠錢不還 被害人不堪其擾報警求助 海中情景大對日間結束通報有討債公司 雖然受到債權人合法委託討債 但是手法非常的粗暴 除了會用車輛擋住被害人住家出入口 其中還有成員曾經只因為2萬元的債務 就大打出手 警方持拘票到討債公司待人 葉康被大批的警力包圍 嫌犯只能乖乖投降配合 在本市西輪區大區等地 查過明顯的六連 涉嫌妨礙自由本案 並查後空白本票 棍棒記帳本 及相連話本章證物 警方調查討債公司 專門吸收身材壯碩的男子 當討債成員 其中一名嫌犯還曾經是拳擊手 參與過全國總統盃的賽事 沒想到淪若成了討債公司的打手 根據了解27歲的肖信嫌犯 為了要快速賺錢 放棄了原有的運動專業 走向偏途暴力討債 遭到警方依妨害自由等罪嫌 移送法辦 TVBS新聞成功意料反映台中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